好的 新聞首相要帶您直擊這家庭糾紛之下 雲林斗六 這一名五十二歲 無形男子 情緒大暴走 原來他跟他太太感情不睦 昨天晚上一氣之下 居然開著這輛百萬轎車 踩油門撞進太太開設的美髮店 撞壞這鐵捲門之外 也造成自己左手撕裂傷 黑色進口百萬轎車 從美髮店前倒車 一度越過雙黃線 差點就要撞上對象的機車騎士 騎士下的轉頭差看 本來以為黑色轎車 是要停車 但他卻踩進油門 王太太經營的美髮店鐵捲門 直接撞下去 巨大聲響引發附近民眾圍觀 美髮店鐵捲門嚴重扭曲變形 地上滿是玻璃碎片 還有破碎家具 黑色高級進口轎車卡在店內 現場一片狼藉 警校接獲通報趕底現場 拉起封鎖線 出動破壞器材 把受困的五十二歲無薪駕駛 就出送醫 幸好當時美髮店已經打烊 店內沒人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經常本建系家庭 九分引起 發生當時屋內並無人員在場 不造成其他人員傷亡 為駕駛經消防隊救治送醫之後 由本所施以九冊 就測試為例 這起意外發生在二十三號晚間八點多 雲林斗六的太平老街 五十二歲的無薪男子 疑似和太太感情不目 一氣之下竟然開著百萬轎車 衝撞太太開的美髮店 雖然太太並不打算 提告揮損 但男子失控行為 問題不但沒解決 可能還讓自己背上公共危險罪名 記者高於立方中城胡杰倫 雲林報導